为什么要偷钱 你怎么证明你没偷 你怎么证明你没拿那五六百块钱 请问 我没拿就是没拿 你怎么证明 我就怀疑你拿了 我不需要证明 马丁老师现场还原男生被诬陷偷钱的一幕 虽然是还原真相 但男生还是一脸委屈 感觉就要哭出声了 如果现实生活中有人这样污蔑你偷钱 并且还是你最爱的人 你会怎么办呢 接下来土磊李老师也看不下去了 而为什么你要跟你的闺蜜就这样打一个 好端端的男生 误气生是一个偷窃犯的 我感觉没有其他的可以偷窃 因为包就在他边 除了他有其他人 我告诉你 钱不是他偷的 是你偷的 只有三个人 不是闺蜜刷了吗 就是你偷的 一定是你 你告诉我你拿什么证明 你没偷 凭什么你说他偷了 你偷了呢 我太别不能忍受的 就诬陷 吃鲁鲁的诬陷 我怎么谁 马丁老师和图雷老师看到 这么好的男生被女友污蔑偷了闺蜜600元钱 现场帮他站台找出真相 究竟是男生做了不该做的事 还是女友凭空猜测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 好运连连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 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马 26岁的他来自河北 是一名工作职员 跟着出来的是小马的女朋友 25岁的小孟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两人在一起两年的时间 但女孩的敏感程度直接惊呆了全场 更让男生小马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因为小马不知道他哪一句话说错了 女友可以随时随地的大发脾气 甚至质疑男友小马和公司所有的女同事 都有不正当的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就是小马有的时候要在公司加班 没有接到女友的电话 女友就直接怀疑小马在公司 是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故事 如果说这件事是小事的话 接下来在赵川主持人的质问下 说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双方交谈中得知 女友当时和闺蜜与男友一起去饭点吃饭 结果闺蜜和小梦去了趟洗手间 回来就发现背包里面的钱包里少了600块钱 女友和闺蜜都说是男友小马偷走了这钱 女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直接污蔑男友偷了钱 并且还在现场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还拿出来说是 此时的小马委屈地说道 直到现在 女闺蜜还一口咬定 说当时吃饭就是拿了600元放在钱包里面 而这个女友小梦对女闺蜜的话深信不疑 一口咬定就是男友偷走了 一个大男人老实憨厚 并且自己有工作 为何要偷一个女孩子的几百块钱呢 这不是让自己难堪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闺蜜故意拆散她和小马的爱情 还有没有可能闺蜜没有带钱 却故意说钱不见了 就是为了吃饭逛街不用买单呢 还有没有可能钱被别人偷了呢 这可以找出一万种可能 女孩却偏偏咬定是男友偷了 虽说这几百块钱不多 但拿来污蔑一个人 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力的 我们先从其他方面来了解一下女孩 为什么这么固执地认为是男友偷钱的 接下来女孩说到自己的疑虑 男友小马只是转发了朋友圈的一首歌 他特别喜欢这个旋律 因为小马和小梦是第一次谈恋爱 大学期间小马因为性格内向 没有谈过女朋友 但是他只是转发一首有共鸣的音乐 女友就怀疑小马跟别的女孩有关系 要知道两个人认识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要出差 因为要出差 把一件东西放在了小马这里 由于答应朋友有小梦要过来取东西 恰巧那天小梦也是没有空 小马等到很晚 小梦终于来了 两人因为第一次见面都有点害羞 双方就去了附近一个饭店吃饭 就这样认识并走到了一起 刚开始两个人还算甜蜜 时间一长 没想到女孩竟然是这种人 你是一直对男生就不太信任吗 我可能有过 受到过曾经那种阴影 就是不太是信任 你不就谈过两次恋爱 我还相亲多了 有五十多次了 啊 你相亲五十多次了 因为我今年是二十五岁 年龄虽然说不算大 但是对于我们老家来说 我都是老姑娘的 原来如此女孩有两段感情经历 前任男友因为劈腿背叛了她 所以她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相亲五十多次 还没有交到一个靠谱的男朋友 在小徒看来 小马这个人就很靠谱 老实善良 从朋友托他代管东西那件事 就足以看出 可小梦却对男人没有了信任 即使小马这种憨厚的男生 也被他一口咬定偷钱 小马竟然还在现场说 女友小梦不容易 很单纯可爱 没有坏心眼 一上台女孩就一直贬低男生 而小马却一直很善良的还帮女友说话 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此时的赵川主持人看不下去了 你闺蜜其实到底有没有丢钱 还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就会把这件事情 闹到了她单位 而闹完这件事情之后 为什么你们俩还在一起 我感觉她偷的是我闺蜜的钱 我们那么好 然后她竟然 我男朋友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感觉就是让我特别难以接受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 女孩是从心里就默认是男友 偷了闺蜜的钱 竟然还把这件事闹到了小马工作的公司 这对于小马的影响实在不好 女孩还经常隔三差五去公司查看小马 是不是真的在公司加班 可每次小马都在 这足以证明小马是一个务实的男生 并不是乱来的男生 尽管小马一直说自己没有偷钱 也没有出言不逊反驳女孩 只是因为小马深爱着小梦 没想到自己最爱的人却这么不相信自己 反而却相信所谓的闺蜜 俗话说防火防盗防闺蜜 现实中有几个闺蜜是真心对你好的 大多数闺蜜都见不到你比她好 偷钱这件事百分之八十都是闺蜜 看不惯你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而故意使绊子让你俩闹矛盾 作为一个成年人 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小马的难受和委屈 最终要怎么解决这段感情呢 我们先看看嘉宾老师的见解 首先点评的是瞿伟老师 徐伟老师说的很现实 女孩相亲五十多次还是没有看上的男生 这说明他内心没有信任 成了惊弓之鸟 就算相亲一百个人还是一样的结局 不能因为之前的感情男生劈腿了 男生贪钱爱占便宜 就因为所有男生都是这样的 如果不改变内心的基础想法和思维 女孩不管跟谁都走不长久的 徐伟老师给出的建议是 先不要急着去谈恋爱结婚 先试着让自己去相信别人 只有这样才能换回别人对你的信任 接着是吴嘉妮老师的看法 观众和老师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无凭无据的污蔑 简直是对男友的侮辱 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了信任 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吴嘉妮老师直接劝两个人分手 但一定要还小马一个公道 接下来是马丁老师犀利的做法 姑娘这样 我帮你审审的 一定有你没问出来的 不为人知不可告人的真相 小伙子 高中失恋爱是怎么失的 没有恋爱过 大学是怎么被女朋友抛弃的 没有被抛弃过 为什么要偷钱 你怎么证明你没偷 你怎么证明你没拿五六百块钱 请问 我没拿就是没拿 你怎么证明 我就怀疑你拿了 我不需要证明 马丁老师这种还原 小梦当初质疑 小马的画面特别的心酸和真实 小马当场被质问的都要哭了 屏幕前的家人们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马丁老师质问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这种委屈无奈 应该要怎么面对呢 对于这种污蔑和侮辱 我们绝对不能妥协 而现场女孩看到这一幕 她似乎也不能接受 却忘记自己当初也是这样侮辱男友的 可以说这一刻女孩失去了 这一辈子最爱她的那个男人 马丁老师接下来的一番话 很扎心很真实 你无法要求一个人自证清白 你明白吧 像这种巨大的指控 这种偷窃的指控 你需要旁证 你不能说 你为什么 你怎么证明你没干过这个事 这叫莫须有的罪名 你就算没偷你也想偷了 你就算没有给别的女儿勾勾搭搭 你想没想 这叫诛心 最容易让一个人崩溃的 是冤枉 但是你就在冤枉你爱的人 这种诛心的言论 真的不要轻易说出口 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口 要知道冤枉一个人 是最让人崩溃的 最后是图雷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图雷老师直接给出了真相 当时只有三个人 不是闺蜜心里有鬼撒了谎 那就是女孩自己偷的了 面对图雷老师的质问 女孩也表现得很委屈 很崩溃 回想这种滋味 当时男友是多么的无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都接受不了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黑锅甩到小马的身上呢 图雷老师也从女孩口中证实了 小马出了这一次的冤枉 相处两年时间小马并没有 一丝丝小偷小摸的其他行为 这足以证明小马的人品 所以图雷老师得知的结论 如果只有三个人 不是小马也不是小梦自己偷的 那大概率就是闺蜜这边有问题了 这种傻女人相信闺蜜的话 她永远都得不到真爱 可气的是直到这个时候 她还是相信闺蜜的话 还是一口咬定是男友偷的 还希望通过她的做法 来把男友改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而图雷老师也说到男生小马 为何会让两个女人欺负成这样的真实内心想法 图雷老师之所以这么气愤 就是想让这种女人深刻 体会到被人污蔑的这种感受 要不然以后再次遇到这种事情 她还是这么的不经大脑去侮辱自己的爱人 事实到这里真相很明了了 一切都是女友自己意想出来的 还有闺蜜的煽风点火 小马的人品观众和嘉宾老师图雷老师都可以证明 她不是这种贪小便宜的人 不至于为了600块钱去毁掉自己的人生 如果屏幕前的家人们 遇到这种被人冤枉的事情 要怎么自证清白或者要怎么证明自己呢 欢迎家人们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 最后的结局 小马虽然深爱着女孩 但是女孩的行为把她的心伤透了 她无法原谅 于是选择分手 女孩却还想挽回这么好的男朋友 可小马确实被她自己一步步逼到这个地步的 只能说女孩就由自取 希望她以后为人处事多动动脑子 最后也奉劝各位防火防到防闺蜜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